李先生你好 你好 請坐 跟班後坐 你怎麼樣 什麼事不舒服 她是醫生同時又是歌手 你好 親切和愛 很開心 看完就很開心 今天你家有 醫生有貼紙 因為醫生有足夠 而科醫生李嘉仁 小時候就喜歡唱歌 中學音樂考試肥佬 激起了他專研音樂的決心 但三十年前參加葉瑜歌唱比賽 一開聲就太大音鼻孝 失望當然會有些失望 當然不是去決賽 想著拿到冠軍 不希望沒有決賽 第一輪一段就被人叮了出來 那沒辦法 那時候我們的機會沒什麼 歌聲無邁入口 叮了他 那就讀書 小明上廣州 探親有樂同有 今天二兒科醫生的身份 再戰歌談 也是列小明歌 在網上出位 李嘉仁說 歌藝不行 大色賬琴補絕 廣州什麼都有 現在我也有練的 現在我也有練的 即將來要唱Live 那時候你沒辦法 難道是 難道是經常脫嘴嗎 所以公多藝術 希望年輕人知道 很多東西是要練的 不是天生就是這樣就可以 歌曲爆紅 除了歌詞夠耶 一段Rap更加是神來之筆 大家好 你幫我 神鏡無計 兄弟神祝耀和我 但你不做無包肉 一起來開心不出的歌仔 這個世界無閉 現在就送到法國鬼 第二次高鐵 雪勝就到 那一句就很難 很快 那裡是最困難 所以網上有人告訴我 不是很清楚 我不怪他 是真的很難的 不說不知 小明上廣州 是十年前 小明坐火車的下集 屋次都是由偉賢一首巴辦 那小明究竟是誰呢 這個小明 其實可以是你 或者是我 可以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其實 但在大部分人心目中 小明是男生 根據這個 我們追查他的組織 其實他的組織 應該是中國人 有人認為小明上廣州 歌詞太政治化 他又怎樣看 我也有分析過 在他的歌 未被人剷除之前 未被人學下之前 就有137個不喜歡 而喜歡的 就是有2800多 我覺得比例來說 就變成少數 扶從多數 我覺得 overall的人士 都是喜歡直播 作為一個作曲者 我覺得都已經滿足了 慧賢說 接下來還會有 小明上東莞 小明上北京 小明過新年 和小明環遊世界 等一系列小明精算的歌曲 陸續登場 大家喜歡的話 就拭目以待 香港歡頻電視機仔 黃婷婷報導